市民意,事事全接觸 时间来到黄昏的6点23分 开始今天的事事全接觸 有邵浩言在直播室的 美国众议院稍后时间将会表决 由共和党议长博立提出的削减财赤方案 当中建议除了在未来10年 削减赤字9,170亿美元之外 也将债务上限提高9千亿美元那么多 看来9千亿美元就好像很多 但其实只可以应付未来4个月的债态需求 现在电话旁边请来 capital world financial的财务总监 和经济分析师Anthony Yeung 讲一讲究竟提高美国国债上限这个问题 和看看这份修改方案 是不是只是延微止急 很明显共和党这个方案 就是临时成绩 其实共和党里面提出的方案 只不过是迎合党外里面的要求 其实共和党里面的人 他自己本身的党外都有很多分歧 譬如查党不是很愿意跟民主党妥却的 他的方面是反正的加随 共和党里面很多人都知道 如果今次这个方案是不封国 的话后果是会有多严重的 所以他们提出的方案 未必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而民主党平均是希望可以去到 他们的大选国的那个时间 所以民主党的方案来说 会比较是长廉一点的 到今年5月为止 暂时来说 美国的那个政府的债务总额 就去到14万3千亿美元 这个天文数字 如果真的在8月2日之前 国会和政府达成不了协议 提高政府的那个债务的限额的话 美国政府就会出现 历史上首次的债务破产 其实如果真的破产的话 对于美国甚至是全球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其实目前小传来说有几种说法的 首先就是如果一局的 比较厉害微观一点看法的话 那可大可小 例如搞不接位谈不接数的话 那美国的预计就是 GDP就会萎缩5% 而股市预计会下跌30% 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债的风险就会增加 就是在全球的投资者方面的资本无归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美元就会有进一步贬值 那就令到一些比较在一些 就是经济外向型的输出型的国家 有构成很大的威胁 尤其是中国还是日本这样 而整个金融局的恐慌 就会有机会就说 就会出现当年2008年那个利害事件 就是一样的金融效果出现 在它目前的经济未能够复苏的情况下 其实都挺阴重的 那中国暂时来说 是美国海外最大的债主 就是买了最多的债券 它直接持有了12000多亿美元的债券 那如果真是美国今次违约 或者是那个债务上限不可以提高的话 对于中国会有什么影响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武器部的债券 就是日本 日本也有9000多万美元 对于中国来说 它出口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有话就说 其实中国有另一个选择 有话就说 到时它就可能就会 就将美债卖出来了 抛售 其实本身中国本身它自己的选择也不多 如果美国真是这次违约的话 你觉得中国的那个举动 会不会真的大幅去抛售美国的债券 而导致美元贬值 但是美元贬值 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 是什么好事来的 那你觉得中国会怎么做呢 其实我可以这么说 中国是它可以这样做 但是它会不会真的这样做呢 还有它能不能够做到 又是另一个问题 因为如果它真的要大量抛售美国的债券 问题有没有其他国家会接 有没有其他国家会买呢 而另外一方面就说 其他国家不去买的话 当然美国就可能会买回 美国在这个情况下 就可能说当年我10元买给你 现在你想买回 想我买的话 可能到时我4元3元才买回来 因为中国人也不会做的 而事实上的反恐组就是说 在5月份来说 反而中国不单止是没有减少到持有美国债券 反而它在5月份来说是增加了73亿美元 而日本也增加了50亿美元 目前来说 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 中国和日本仍然是持有最多的美国债券 其实那个期限就是在下个礼拜二 8月2号 就算今天真的通过了的话 都还要经过很多立法的程序 才可以去执行 所以有分析就是说 根本那个违约就是事在必行的 一定是会违约的 但问题就是说 违约就事少 但信贷评级被调低就事大 你同意这个说法呢 当然 因为它一个制度出来了 整个系统出来了 当然就说 违约就一定是很大其事 但实际上 你违约之后 正所谓是美国 那怎样呢 我是违约的 没有办法的 问题就是市场在代替品 或者这一类型的一个金融产品 应该是找不到一个代替品 可以保持这些国債 那么稳定和一个这样的学校 而在未找到这个代替品的时候 就算美国调低了这个level 在其他国家来说 都会调低了它对投资的标准 未来来说 这是另一种狼狼的看法 目前来说 美国虽然是有机会被调低 但是 在未来来说 就算调低了之后 地球仍然会这样转 其他国家 会继续去扣美国的代替 我们现在先去一个广告 稍后继续和Hantony 谈谈谈美国债务违约的问题